018年夏天,随着C罗转会游文图斯,西甲联赛中不再能看到美罗的直接较量,随着身处不同的联赛和年龄的增长,两位去听的直接对话会越来越少。 10年前,C罗梅西在欧冠赛场第一次交手,这10年前,两人龙争虎斗,不分伯仲,共在各项赛事直接顿话35次。 2008年到2018年,绝弹双交的争锋,就是足球世界最激动人心的主题之一,一段两人决战顶峰的震撼指示。 让我们一起回顾,1.2008年4月23日,08年欧冠犯决赛首回合,巴萨VS曼联,没摸的直接对话拉开了大幕,双方0比0银河,C罗伐丢点球。 2.在第二回合的比赛中,斯科尔斯绝杀,曼联1比0巴萨,3.09年欧冠决赛,巴萨2比0曼联,成就三冠,梅西投球掉血破门,4.091林萨基西甲联赛,国家德比首回合。 C罗的首场国家德比,巴萨1比0黄马,一副打击为1点球,5.091林萨基西甲联赛,国家德比次回合,巴萨可场2比0黄马,双杀对手。 梅西首开记录6.1011赛基西甲联赛,国家德比首回合,巴萨5比0黄马,梅西两次助攻,7.2011年2月11日,葡萄牙1比2大根廷, 梅罗首次在国家对交手,两人各入一球,C罗导入了面对梅西的首力进球,而梅西传设进攻,率队取胜。 8.1011赛基西甲联赛国家德比次回合,巴萨1比1巴萨,C罗梅西各入点球,C罗主得对着梅西的首力俱乐部进球。 9.11年国王杯决赛,C罗加石头球决杀,黄马1比0巴萨,夺得冠军,10.2011年欧冠半决赛首回合,黄马0比2巴萨,梅西打入两球,主宰比赛。 11.2011年欧冠半决赛次回合,巴萨1比1黄马,两人军无剑术,巴萨挺进欧冠决赛并最终独冠。 12.2011-12赛基西班牙超级杯首回合,黄马2比2战平巴萨,梅西一个进球一个助攻,C罗无攻。 13.2011-12赛基西班牙超级杯策回合,巴萨3比2黄马,C罗打入一球。 但梅西表现更佳,打入二球并贡献助攻,还在最后时刻绝杀黄马。 14.11-12赛基西甲连赛国家得比首回合,黄马主场1比3巴萨,梅西奉信一次助攻,15.11-12赛基国王杯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。 黄马主场1比2巴萨,C罗首开记录,但巴萨逆转比分,梅西助攻,阿比达尔绝杀,16.11-12赛基国王杯四分之一决赛策回合。 巴萨2比2黄马,C罗打入一球,但巴萨近期并最终夺得国王杯冠军,17.11-12赛基西甲连赛国家得比策回合。 黄马2比1巴萨,C罗打入折杀进球,并伤眼睛点的双手下压庆祝,18.2012年西班牙超级杯首回合。 巴萨3比2黄马,C罗首开记录,梅西点球反超,19.2012年西班牙超级杯次回合。 黄马2比1巴萨,C罗进球,梅西任一球破门,但最终黄马夺冠,2012-13赛基西甲连赛国家得比首回合。 巴萨2比2黄马,梅西与C罗打入两球,上演经典对决,21-12-13赛基西班牙国王杯半决赛首回合。 黄马1比1巴萨,梅西助攻首开记录,但两人都没有进球,22-12-13赛基西班牙国王杯半决赛次回合。 巴萨1比3黄马,C罗主载比赛,梅西开二度带领黄马晋级决赛,23-12-13赛基西甲连赛国家得比次回合。 上半时本则满先把头筹,梅西班平比分,成为世纪大战历史第一射手。 拉莫斯中场弦投球绝杀,C罗是重力助,24-13赛基西甲连赛国家得比次回合。 巴萨2比1黄马,C罗主攻搬回一城,梅西无攻,25-13赛基西甲连赛国家得比次回合。 黄马3比4巴萨,梅西上演帽子戏法,其中打入两立点球,还助攻一次,C罗也攻入一立点球,26-14。 15赛基西甲连赛国家得比次回合。 黄马3比1巴萨,C罗打入点球,梅西无攻,27-2014年11月19日,葡萄牙1比0二根停。 格雷罗绝杀,梅罗白卷,28-1415赛基西甲连赛国家得比次回合。 巴萨2比1黄马,梅西助攻首开记录,C罗打入一球,29-1516赛基西甲连赛国家得比次回合。 黄马0比4巴萨,梅西提补出场建筑攻,此战位著名的少士山志战,30-1516赛基西甲连赛国家得比次回合。 黄马2比1巴萨,C罗绝杀,梅西无攻,31-1617赛基西甲连赛国家得比次回合。 巴萨1比1黄马,梅罗白卷,32-1617赛基西甲连赛国家得比次回合。 巴萨3比2黄马,梅西打入两球,贡献都秒绝杀,C罗无攻,梅西上演赛球一庆祝。 33-2017年西班牙超级杯首回合,黄马3比1巴萨,梅西点球八平,C罗打入世界波, 并在诺坎府上演赛球一庆祝,34-17以巴萨基西甲连赛国家得比次回合。 巴萨3比0黄马,梅西点球建功,并贡献助攻,C罗白卷。 35-2018年5月7日,以其到一巴萨基西甲连赛国家得比次回合。 巴萨2比2黄马,C罗梅西各入一球,以身就是罗内这十年间三十五次直接交手。 35场比赛中,梅西取得16胜9平10负的,在胜负上战具上奉。 从具体赛事来看,欧冠比赛中5次相遇,梅西2胜2平1负,还赢得了欧冠决赛。 在联赛中,18次相遇,梅西10胜4平。 在国王杯、超级杯等杯赛中,相遇10次。 C罗4胜3平,国家队各胜一场评分羞涩。 而从两人的直接交通数据来看,梅西32球加11助攻,C罗20球加一个助攻,就单单从直接队。 话来说,无论是胜负关系还是个人数据,梅西都正上风。 而且在直接对话中,梅西的球队多次以5比0,4比0,3比0这样的比分战胜黄马,可以体现出足够的统治力。 回顾这10年的交锋时,仿佛在观看两位决士高手对决资金之爹,令人惊呼感叹。 观看这些比赛经历,毫无疑问是一段龙针骨刀的争夺时,一段针尖脉盲的对抗时,一段双雄屁肥的传奇时。 那些进球,那些经典的元素,都以捐克成为时代的动人技艺。 足球比赛是有胜负的。 客观来讲,梅罗的直接交手,无论从胜负还是数据,梅西却是更有优势。 但是,直接交手只是一个评价指标而已,只是对二人考核的一个方面。 有一种观点认为,梅西在直接对话中胜过C罗,所以梅西强于C罗。 这种观点以偏概全,是偏念的。 二人的直接对话,只能作为评价的一个因素,而不是决定性的考核指标。 我们必须认识到足球比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。 虽然是二人的直接对话,但球队整体的实力对比和状态心理,都是影响胜负的关键。 我们抛开国家队的比赛,对梅罗的直接对话,进行阶段性分析。 在07-08赞季,08-09赛季,麦林C罗VS梅西,C罗和梅西在欧冠三次交手,各去一胜一负一平。 梅西赢得欧冠决赛,C罗赢得欧冠半决赛。 从当时的球队状态和实力来看,两人此时是平手。 9月10日,10-11这两个赛季中,巴萨西甲三连冠,欧冠三连两冠,是横扫欧洲的宇宙队。 所以此阶段的七次交手,梅西四胜两平一负,而且在欧冠半决赛直接淘汰黄马,又09-10赛季的双杀,又5-0的横扫。 这段时间梅西战有绝对优势,就在梅三的统治中,C罗带佛王被中投球绝杀,降夺了那个赛季巴萨唯一丢掉的冠军。 这事的C罗虽然礼战多败,但更多的因素在于球队整体实力不足,而C罗更像一个斗士,面对绝对的强者,勇敢的战斗,那种精神是动人的。 11-12,12-13两个赛季,莫里尼奥奥的黄马开始扭转了对巴萨的落后局面,其中标具性的战役是11-12赛季下国家的彼此回合。 黄马2比1巴萨,C罗打入绝杀,并锁定连赛冠军,11-12赛季,双方交手6场,梅西战胜两平衣服,梅西赢得了国王杯和西超杯的较量,但失去了连赛冠军,12-13赛季,双方同样交战6场。 C罗三胜两平一负,在国王杯,连赛和西超杯散军完全占上风,其中国王杯次回合的3比1,是C罗主宰国家得比的体写。 综合来看,在这两个赛季,C罗已经扭转了被动局面,和梅西打成平手,并且逐渐占据上风。 13-14赛季,45赛季,巴萨和黄马都取得了巨大成功,一个获得年度4冠王,一个年度5冠王。 这两个赛季,梅西与C罗职,接对话4场14年国王杯决赛C罗商圈,梅西三胜一负,其中13-14赛季的4比3取胜,梅西大眼帽子戏法。 在双方实力接近的时期,直接对话仍然是梅西占有优质,15-16赛季,16-17赛季,17-18赛季,这个阶段黄马取得了欧冠三连冠,阵容强大,但在梅罗的7次较量中,梅西三胜两平二负。 这一17-18赛季的交手,爬自C罗红排竞赛一场,各取三胜,两平三负。 所以C罗和梅西的交手,应该是平分秋色的,都有各场绝杀对手,都有量赛球伊迪斯,所以此阶段双方的交手旗鼓相当。 但是,在一个三管道阶段,对此的球队出现了0-3,0-4这样的势力,是的确不应该的。 C罗和黄马比应做得更好,通过分阶段看双方较量,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阶段双方是不分伯仲的。 9月10日,10-11赛季和13-14,14-15赛季,是梅西积累飙风优势的重要时期。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。 一,罗梅的直接较量,双方都有精彩表现,都十分具有说服力,互有胜负。 二,梅西在数据和胜率上高于C罗,但不能以此来说明梅西强于C罗,这其中有复杂的因素。 三,无论任何原因,从呈现的结果看,梅罗在直接较量中,梅西多胜6场,多击12球,是占据上风的。 毫无疑问,这将会成为C罗受到质疑的一点,况且梅西还有在欧冠决赛PK中直接战胜C罗的经历。 所以,C罗需要提高直接对话中的表现,缩小在这项较量,上的胜负和数据劣势。 但是,否则,这始终会是受到质疑的一点,希望邮文的C罗能在欧冠赛场,与梅西上演更多精彩的对决。 上一次欧冠中C罗VS梅西,已经17年之前了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特别声明,本文伟贴吧平台的原创作品,转载性注明出处来源,了解更多请登录贴吧,APP关注。 请订阅明,吴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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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